大家看到这张图 这是一个网友问我问题的一个场景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景 时间是1月24号 晚上9点左右吧 第二天又问我 上午11点 直接问我问题 他说老师好 几个问题问你 然后8给我一个抖动 我那是正在解决问题的 我在进去会成解决问题的 然后他把给我一个抖动 那我一想 那就打个问号吧 那天没有问我什么东西 我一般就不愿意回 我不愿意回他说 你好请问 这句话我就不愿意说 这句话跟打一个问号相比 要多收入很多东西 是老男孩吗 不知道您贵姓 请教你问题 不知道方便回答不 所以 我们不是说这个学生不好 他可能做得很好 但是就问问题 这个过程 做得很不好 明白吧 我们不是批评他 我们要跟大家说 咱们以后问问题 不要这样问 那应该怎么问呀 直接把问题摔着 对 可以客气 可以客气 但一定要抛出问题来 嗯 好 明白吧 好 那今天给大家 客奸思想 给大家讲一下 结交 高手 这篇文章 大家可能不需要全看 看哪部分 看这个正题 要想结交高手 你们都想结交高手吗 想问一下 想对吧 最基本的 你要问问题吧 这个地方就是 请问大家追过女孩子吗 谁没追过女孩子 追个手 有 好 那你学了老男儿 教育运维班之后 你就会成为 追女孩子的高手 因为老师是高手 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高手 追女孩子高手 就是一个人情商的表现 情商高的人 在这社会上 很能吃得开 咱们做技术 做IT的人 情商普遍都偏低 低了很多 结交高手 和追女孩子一样 一样 要说不一样的是 结交高手 比教女孩子 还要难 为什么要难呀 追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 首先她对男人 有生理需求 对吧 只要你 只要你是她心里 那个男人 就搞定了 那结交高手呢 没有这个本能的生理需求 有别的需求吗 有 你也看不见 对啊 所以结交高手 比追女孩子 还要难 那今天 你告诉你 咱简单的能把她 高手给结交到 我教你结交到高手了 追女孩子 是不是就轻而举了 好 追求新衣的女孩子 我先给你讲吧 这毕竟简单 你要直接跟她说 我喜欢你 要追求你 她可能会 会有警觉 这个时候 你对她的一举一动 她都觉得 你是不是有动机 给她买杯饮料 请她看电影 这哥们 也追求我 对吧 她觉得你有动机 这时候成功率就不高 你就不如 不说 不说 待会我可以给你们某个人看一下 前几天还有女孩追我 待会我给某些人看 然后让她来描述 在我手机里 你好 我说不用 向你班长 其实 注意啊 你们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在你们还是普通朋友的时候 你如果真想把她追过来 你就在内心里面 把她当做你的女朋友 你去对待她 你就认为她是你女朋友了 应该怎么做 那结果很可能 你就不用追求 她自然而然的就成为女朋友 并且她都不知道 怎么上 怎么样 就突然爱上你的 销售的最高境界 原来啊 销售自己 把自己卖出去 就卖你的产品 销售无痕 让你不知道是在销售 就被卖出去 这叫高手 也是一样 你的所有的策略 不要让她看出来是策略 让她看出来是策略 就不好了 明白吧 所以这事情 不要让她感觉是有动机的 今天谁给我放饮料了 对不对 心理学讲 行为背后 有动机 这是心理学 你做什么行为 你这个背后 是有动机的 当然也可能有的没有 这个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其实给大家讲过了已经 框架高的人 他的思想和框架低的人不一样 如果我们今天在学习阶段 就能具备那些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的思想 你的成就 比普通人 一定会大很多 一个员工 如果到了月底 老板不给发工资 他就急了 老板 不发工资 我没法干活了 一个老板 他可以今年都不赚钱 十二个月 全都亏本 第二年再赚钱 互联网公司三五年不赚钱 很长 很常见 之后再赚钱 上市一全钱 所以大家需要有一个 先付出 再收获 这么一个思想 先播种 再收获 这么一个思想 不要想着不劳而获的事情 很少很少 这个高手不理你 怎么 这哥们跟那高手交流那么好 人家付出了 好 那咱们结交高手 结交高手 就要有像 前面说的老板 还有互联网行业 企业的心态 你今年可以花钱 不赚钱 这样这个高手 慢慢的就结交到了 而且结交到了 就是一辈子的 朋友 你要提供精力 哎 我今天给你送点东西 明天给你送点东西 你就必须帮我 你要不帮我 对不起 我也不理你了 并且我还到处去骂你 诋毁你 这就是小人的做法 我们不要做这种 你啥都没得到 你还付出东西了 你还没有收获 最后你自己还闹了一肚的气 不对 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 但是你们现在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 作为互联网的一分子 能有先投资再赚钱的这种思维 太少 太少 你们今天能来到老男儿教育学习 我跟你们说 非常棒 你们不一定说来这儿学习非常棒 你们有了一个投资回报的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第一个 结交高手 你要有一颗结交高手的心 这个心强烈不强烈 你想不想结交他 这个心有多强烈 就决定于你交往高手 有多好 有多结实 第二 结交高手 我们说了 没有任何 对你没有任何生理需求 后面我也讲了 没有生理需求 我们把它变成有生理需求 所以不是同性恋 好 这个生理需求是这样的 高手和新手 是不对等的 你对高手 你对高手有需求 高手对你没有任何需求 我们要想结交到高手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让你变成千里马 什么是千里马 就是你的态度 就是你的态度 数字 要好 态度 数字 都说过了吧 你做事情 比较积极 比较主动 你的数字比较高 不要乱抖动 人家没有回答你 不要吹人家 就算人家真的没有给你解答 你能不能解答完了之后 把解答的问题 排好板 画好图 发给他 赶紧回家 你说也难受 所以 人 普遍都爱听 赞美的话 如果你这个赞美 是合理的 适当的 他会听得非常愉快 当他在愉快的时候 解决你的问题 就更容易 这不光是运维 做销售 卖产品 更是这样的 那 我们怎么来 变成千里马呢 数字态度 慢慢讲 然后我们这高手的认可 非常重要 这个认可 绝对不是几分钟 你说的 哎呀 大哥你真棒 我特别 特别崇拜你 其实这个 不一定那么有效 这个只是一个 开头吧 我们要多去行动 例如 长时间关注他 微博 微信 朋友圈 博客 追随他 做出来力挺他的行动 这个非常简单 他的博客 你有没有给他评论一下 他的微博 你有没有给他点赞一下 他的朋友圈 你有没有点赞 评论一下 特别少 特别特别少 我就看很多人的朋友圈 点赞 就好少 我的朋友圈的 人 大多数 我都要点赞 好的 我要评论的 包括各位学生 你们发朋友圈 如果跟我在一个朋友圈里面出 可能有时间 我有的时候我也点不过来 但是我关注的人 比较不错的同学 和朋友 我只要发文章 我就点赞 非常重要 你们有知道非常无聊的节目吧 嗯 我被你丢了 很多 你看有没有这个男嘉宾过来 一下就把女的给领走了 我就要你 我不是领走了 我看我有好几期 怎么领走呢 很简单 就平时关注这个女孩的微博微信 这个女孩的每一举一动 她都知道 并且都寄在脑袋里了 然后一 一上飞扇勿扰 一说话 你看你哪天你能干什么 我都能够说出来 然后那女孩就哭得 气了哗啦的 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这样 对她这么关注她 这么关心她 好 这个策略简单吧 这个策略就是你多关注她 你可以告诉她你是谁 先点十字站 然后最后我是谁 以后再问问题 就很简单了 不要着急回报啊 春 春中秋收 回报太早 就四得其反了 八秒助长 要不得 你们慢慢的 未来的十年 交往 时间还很长 好 这有一个策略 这有一个策略 呃 第一 我们向高手 请教问题的时候 呃 一定要带好上下文 不要奇异 有些同学问问题 特别是也问过我问题 你的步骤可能是十步 中间第六步出问题了 并且那个命令的 命令的你还不给我发过来 你只把那个问题 本截图发过来了 你没有上下文 别人很难帮你 你不要觉得别人真的是很牛逼的高手 他不是神仙 他都要看上下文才能帮你 明白吧 所以记得要给他上下文 啊 呃 不要有奇异 最好排好版 让他看见他好一点 最好你不要翻译 一个问题的提示 你要翻译过来的 他看不懂 你就给原 原封不动的 看起来你不懂的 他懂 明白吧 所以你将来你问我问题也是一样的 你不要老师 我遇到一个问题 怎么怎么 你用嘴描述 我听不懂 你只要把那个问题的结果 一撇出来 就懂了 还有 问问题 大家尽量让高手做选择题 或者判断题 你更容易得到答案 这个能理解吗 嗯 你问一个问题 你问20个字 人家又用100个字回答你 请问买西哥主动同步的原理是什么 二维研织的同步原理 老师你能帮我讲讲吗 你说他能给你回答吗 他回答你书记输入很多内容吗 嗯 这样他就不理你了 你要保证你输入很多 让他输入一个Y一个N就行了 就愿意理你 所以 要让他做选择题 或者判断题 或者让他做 给他封闭式的问题 不要开放式问他 开放式问他 基本上还蛮得到答案 因为吧 因为高手的时间更宝贵 他不会为一个普通的人 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的人 付出太大精力 还能那句话 他对你没有生意需求 更没有金钱的需求 人家没有时间帮你 偶尔帮你的 绝对珍惜这个人 好 如果他没有理你 你真的不要觉得他不理你 你一定要坚定的认为他在忙 这句话明白吗 这是信念 这个老师不理我 肯定老师在忙 要不然他不可能不理我 有的人不是 思想比较狭隘 高手不理我 有啥了不起的呀 对不对 你不就比我找会 找会一点吗 我不问你了 行不行 这就是普遍的 这个愤青的 90后人的心态 这样你是学不好 高手都有个性 要不他不叫高手 将来你牛逼你也有个性 肯定的 你得顺着高手的思路去 做问题 你要呛着他 你肯定得到答案 所以 只要没有理你 坚定的认为他在忙 所以没有回复你 要不吹他 不要吹他 找女朋友 我们都是 普遍培养 重点选吧 问问题呢 你可以发给多个人 不要吹某一个人 有的女孩子 你越追得越紧 发人比不上 若寄若离的追 可能就追上了 好 对吧 普遍培养 我一往肯定要抓到一根鱼 对不对 当你把问题解决之后 一定要把问题总结好 总结 是进步的 非常关键的前提 老男人老师给大家讲过 我写 要写我的这个企业家杂志 我要发表文章 我说过吧 我有时候忘了 我说的 我的两个领导 对我的什么评价 还记得吗 什么 勤奋努力 善于总结 所以 从现在开始 只要有人跟你解决问题 一定把它记下来 一定把它记下来 画好图 排好文档 发给他 你们就拿咱们的学生为例 谁帮你解决问题了 你就这样做 五个月下来 你至少 如果你们坚持 这里面有很多道理 这里面 并且跟你说 你说大哥 哎呀 当时你正忙 这个可能没有回 没有及时回复我 但是这个问题 我解决了 那个 我有个文档 发给你 你留着 可能以后 你用得着 明白这道理吗 这是一个先付出 再说这 不是 不光在座的 各位 你们很多人 肯定没有这种心态 工作十年的运维 也没有 但是这是老师成功的经验 我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心态 不如我 对不对 都比他们高 高在哪 高在这 并且 一定不要管他 是不是帮到你 无所谓 你没有 有没有帮到我都好 因为以后 我可能要找你 帮助 明白吗 所以要先做好自己 让自己的素质 这个态度硬起来 这里面有一点感恩的心态 学会感恩 让你的路越走越宽 我跟大家就说一点 我的生活吧 我们现在老师教育越路越大了 对不对 其实早在几年前 我就培养我的人脉圈子 我们在国家的一些部门 也有朋友 甚至亲戚 你像公安部 我也有亲戚在那边 但是就算是亲戚 你也要走动 平时过年过节 我都去给人家送东西 也不一定是过年过节吧 就是当你有好东西的时候 你就想着人家一点 因为如果你平时不交往的话 遇到大事的时候 你找他 他不会帮你的 他不帮你 他也很简单 我确实帮不了你 有没有我的道理吗 如果平时要交往好了 这事我可能帮不了你 没关系 我帮你找找人看 他愿意找人帮你 所以当你们周围之间 你问问题 他说他不会 他可能 如果你的关系好 他可能找人帮你 你相信我相信 如果关系一般呢 对不起 这个我真不会 交over 对不对 所以你们交往要交什么样子的 交借钱 两天的东西又没有 可能还是假的 你要交什么样子 借点钱吧 我这钱不多 等着我借去 等着我给你借去 所以你交往一个人交到什么深度 那取决于你 你的付出程度 好 那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明白 交往高手 交往高手就是把自己的态度数字变得高一些 因为高手也有交往的需求 当你表现的好 他就愿意培养你 哎呀 这哥们还不错 你看我连问问题我都没理他 把答案排好板都给我发过来了 这还是不错 你看第一印象特别好 下个再问问题 哎呀 我帮他一下吧 我帮他一下吧 谁在放声音呢 干嘛不听错呀 手机是吧 我以为手机铃声的 这个明白吗 好 这个是满足高手爱与被爱的需求 好 满足高手重要性的需求 这刚才也说过了 人的需求 基本上有八大需求 第一物质需求 你们有没有物质需求 有 爱与被爱的需求 有没有 有 不一定是性啊 性是其中之一 你的妈妈爱你 你爱你父母 这是爱的被爱的需求吧 嗯 有没有 重要性的需求 哎 别人就都重视你 有没有 有 安全的需求 赞美与鼓励的需求 别人赞美鼓励你 是不是你很舒服啊 成长 自由 美 我就不说了 这是八大需求 啊 你要想搞定一个人 这八大需求 你搞 做到的越多 就越容易搞定的 著名的九十大王赖昌星 说过一句话 什么 最经典的话 苍蝇不定无红的大 世人都有需求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问问题 没回复你 你给他发总结文档 这是满足什么 什么什么需求 被爱 及重要性的需求 哎 你不理我 好 我给你问答 你不理我 我给你发你需要的东西 你搞定他了 当你无限的去爱他 重视他 他的需求被满足了 他就会回答你的问题 就这么简单 专载他的文章 分享他的朋友圈 为他点赞 狠狠的 狠狠的为他高级量的评价 这都是满足 被爱与重要性的需求 他这些需求 你满足他了 他就会帮你 就会把你当做朋友 并且觉得你值得你培养 可能有点小拍马屁的感觉 是吧 拍马屁就是本事 古代 很多拍马屁 牛逼的人 何时牛吧 什么高球 秦桧 对不对 但是这些 我们不要学他们 但是你不能否认 这个社会 我们这个社会 离不开这些东西 很多人 包括你的领导 为什么技术不如你 但是薪水比你高 很多 还比你轻松 为什么 就这里的东西 在那边 好 给大家来一个策略三 这个其实我不想给大家讲 但是还是要给大家讲一下 高手之间呀 高手和你之间没有需求 对不对 没有生理需求 对不对 给他变成有生理需求 你信不信 从有人类到现在 生理需求是最容易解决人的 最容易搞定人的 是不是 对 好 如果 这个别想歪了 咱们就是搞定高手 咱们用了一个策略 如果你是个男生 你的技术中等 当你问高手问题的时候 高手不会理你 因为 就算你还不错 在高手眼里面 太菜了 太菜了 菜鸟了 你们就算毕业 就算工作三年 在我眼里都是菜鸟 信不信 那 特别是你问的问题 太菜 肯定不理你 哎 如果你要是女生呢 问了一个男生 高手 就算刚开始学 他都会 愿意理你 就这么简单 特别是头像 空间 再放几张 哎 比较不错的照片 也别放太好的 太好的 够不着你 觉得假了 你把他的需求 只要适合他就行 就比高手的需求高一点点 别高太多 这样 再跟他交流 就很顺畅 虽然你很灿 但在他眼里面 这个女孩 你看 另一只 还不错呀 对 你觉得 有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们 你们怎么和高手 建立 生理需求啊 学着装的 下一点 去搞定高手 有些招 你要去思考啊 因为有的时候 我的东西讲了 也会发布到网上去 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要学会变动去用 就会效果非常好 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我们向高手请教问题吧 向高手请教问题 第一个 我们就是要 内心 我真的是向他请教问题 他不理我是 正常的 他不理你是正常的 不要对人家有不好的感觉 他不理你 他不是因为不理你 他谁都不理 他因为他不知道你是谁 你要有一个强烈的交往他的心 就是崇拜他 佩服他 不理你 不理你 你也佩服他 但一般人能做得很难做到了 第二个 就是把自己变成千里马 当你值得培养的时候 自然他就会培养你 态度和数字 在企业里面是特别稀缺的这种人才 技术好的一大堆 有责任心的 对企业忠诚的 特别少 招聘的时候 很多企业来 老大人教育招聘 我就要责任心踏实一点 有责任心踏实一点 技术差点没什么 我可以培养 第三个 诶 第三个没有 然后这是几个策略 技术冠冠策略 从他的八大需求 想办法满足他的需求 第一个就是 没问题 没解决问题 也把问题答案发给他 第二个就是 多关注他 多为他点赞 多为他评论 自然而然 慢慢的 他就从而告诉 这里面还有一个 请客吃饭 请客吃饭 将来你们毕业了 我觉得这招可以用的 我有些经验 也是从咱们学上当中学的 咱们有个学生 94年 跟我学期的时候 大概三年前吧 2500 后来去新浪啊 又去很多公司 他俩的很牛逼 现在应该有什么能够想了吧 94年 你知道他怎么就叫高手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 举个跟我的例子 但是你们不要学 老师说什么 不代表说你们就要请我 你们不要想 想歪了 好吧 他真是请我吃饭 就在人家沙河破地吧 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花出去三百块钱 我说不行 我说你必须我退回去 我说你这样请我就吃了 后来他就跟我说老师没什么吃吧 开心就好 你知道他请别人请过吃多少吗 两个人吃饭吃出600多了 就请一个他挺佩服的一个人吃饭 就是好了 一招就搞定 你不要请他吃个八十五十的 一百百块钱 别人也是这样 你没有突出自己 也不是没有诚意 你没有突出自己 这哥们就交往高手 特别厉害 我后来发现他就是 在他的发展阶段 他不债过钱 对 但现在人家牛逼的 人家就很厉害了 好 我这个就写到这了好不好 嗯